想找这种美食 就一定要去这间经营了 超过80年的酒店 原来这里30年代开业的时候 有住宿用的客房 其实这里就靠近崇基书院 当时就很多老师就没有地方住 他们的要求就是 看到我们这么大的地方 会不会有些地方给他们住 又可以有些地方吃东西 对面又看着海 当年来说是很漂亮的 这些度假的地方 应该是4950年时 就最多的名人在这里住 最出名的就是金融 他就包住那间房子包一年 第一部小说就在这里写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 就好像金融喜欢吃椒盐甲胆 红扇女喜欢吃竹香柏甲胆 它就像啫喱一样 还有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甲胆又叫水晶蛋 自古以来就有宫廷真品之称 这只娇小雪白的蛋由于极度脆弱 而且采集过程很艰难 绝对是珍贵的象征 就等钟太为我们重现这道 传说中的着巢水晶甲胆吧 钟太, 甲胆要怎么处理的 甲胆现在是新的甲胆 就是未熟的, 多数我们先用来蒸 就要一只只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又加点水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步骤 对, 因为怕它会爆 加上纸巾盖着表面 那如果要蒸多久 最少要蒸15分钟 15分钟 而且越蒸得久, 越蒸越透明 甲胆就因为它铲燃少 就不会像鸡蛋鸭蛋那样铲燃那么高 第二, 因为它比较难撕 稍微不小心就会撕困了 比如我们买一只甲胆 可能可以用的那些都是四成的 然后我们就好像撕鸡蛋 是 那就会放这些甲胆 就是水那里 有没有什么秘密才能撕得漂亮 慢慢轻轻地在这里 撕一撕 你可以这样撕一撕 然后就慢慢地撕出来 但是有没有说 如果真的万一撕破了 你们会怎么处理 撕破了就没有了 最多是鸡蛋羹 鸡蛋羹 慢慢地轻轻地一下子就撕到了 第一个竅門是撕得均匀 是的 然后一定要浸水 是的 还有第三个竅門是不可以有指甲 是的 一只甲胆去喝 就已经需要细心的心思 和轻柔的考手处理 加上甲胆的丰富营养 就成为了当年不少人 都想一尝的真品 这里比较传统一些 都是三、四款的甲胆 有有丝鸡蛋 那一定是胶盐鸡蛋 一定有一个竹生扒鸡蛋 另外就是鸡蛋糖水 香港应该没什么地方买这些东西 为什么说失存呢 因为它很容易烂 所以做胶盐的时候也要很小心 很多师傅不喜欢做 是很难掌握到的 这个名字叫雀巢 以前有胡桃丝 是 现在很少师傅用胡桃丝 是 我们用网纸 温度一定要180度 高温炸 高温炸完之后 变成金黄色 就拿出来 再加一点葱蒜 葱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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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很快就拌两下 这就是师傅自己炒过 很香 干蒜头 是 辣椒粉 很多香料炒进去 再炒胶盐鸡蛋 这里这么珍贵的 雀巢水蒸鸡蛋 已经放在我眼前了 看起来 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面上的胶盐 因为避风糖炒辣蟹就是这种味道 你会发现就算隔着一层炸漿 它也是超晶莹剔透的 所以我现在就不客气了 它很有趣 它跟鸡蛋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它一来蛋黄那层味 我觉得是香浓一点 然后吃下去 它加了一些炸粉 还有很棒的炸蒜 你就会吃到有点脆薄的口感 但是它就加强了你夹蛋 它的啫喱状的感觉 单单是中太刚才剥蛋壳的手法 我觉得它是一道功夫菜 而且它有养颜的功效 让我慢慢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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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